然后来澀谷去吃一家 居酒屋 据说是非常有 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 适合东京阶层的消费 日本真的是一个动漫之国 它的这个柱子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漫画 12月20号 星球大战的晚节片要上一个 在日本摄像上 然后这个整个大屏 都是Star Wars的广告 这边有一个八宫犬的雕像 八宫犬的这个故事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有很多小朋友啊 这个游客在这边拍照 这就是八宫犬的雕像 八宫犬是人一直 是在澀谷站登出人回家的吗 好像是的 现在在中央街的路口 今天不是周末 但是也非常的热闹 我们现在走在去吃 好吃的的路上了 好 我们现在到达了 我们的中央街小哥哥推荐的 居酒屋 是那个一修居酒屋吗 不是 还有一个一修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七八桥 七八七 七八桥 七八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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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八桥 不敢说话了 现在刚好五点 离不过来吃饭 这个点还没什么人呢 这个点还没什么人呢 然后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烤串 还有酒 这个烤鸡肉串很便宜啊 它的五根是480元 中国人民币大概30块钱 十根是960元 在中国的价格可能也差不太多 这些烤鸡肉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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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个大杯真的很大 这个是什么 柠檬水吗 酒 酒 酒 这个是一大杯酒 真的很大 你看我的手 然后我自己点了 这是正常的一杯啤酒 南马蜜蜜 生啤 这个是 摩托西 摩托西是什么 摩托西 咸菜看着不错 上面应该是肉酱 肉酱和豆芽 然后果豆芽 掰 红包大肠 感觉这个大肠的对我说 吃我吃我 口感非常的Q弹 这个是什么 炭烤牛舌 这个是炭烤牛舌 这个是炭烤牛舌 好 先要把这个柠檬柠檬汁在上面去腥 这个是 这个是葱花 这个葱花是要半开吗 好的 那我们来一口尝尝 这个是新鲜炸出来的油浴须 看着都非常好 日本的炸物 油比较香 然后蘸点酱 来一口 这是另外一种炸鸡 炸鸡 好 那我们再来一块炸鸡 这个都是现炸的 你看这个上面的油啊 感觉还在冒泡 我尝一口 替大家尝一口什么味道 哇 特别特别的酥 它里面好像裹了一点辣酱 有点辣味 非常酥 而且会回味很久 不得不再夸一下这个炸鸡 真的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然后外面有油 然后有淋到的那个辣椒酱 有点辣辣的感觉 然后牛舌是热的 这个 它这个凉凉的这个通 吃起来 外热内凉 非常好吃 然后鱿鱼也很脆 那如果要让我选了 我觉得最好吃的 就这个鱿鱼了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吃完了 然后酒不饭饱了 我们一会去结账看看 这么好吃的一顿蛋 大概多少钱呢 哇 我们这一顿花了3767日元 3767的话 应该是大概人民币200多块钱 在日本来说这个价格 应该还是比较便宜的 好 好 酒足饭饱 我们今天的 台色谷之行就结束了